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被拿来当作是敲打的乐器 称作是沙沙或是沙球 所以这种花除了观赏之外 还可以当作是乐器 那在马来西亚 我们还可以看到黄色的凤凰木 非常的好看 我们网收了全台非常漂亮的景点 大部分所看到的好像都是红色比较多 对 红色比较多 只有在花莲的那个有个地方 它是有一点比较偏黄色 对 黄红色的 好 那我们首先就来看一下我们定位的第一个点 那我们定位的第一个点是在苗栗 对 苗栗 它在造桥火车站附近 会吸引我们注意跟标注它是因为说 这个地方曾经引起交通队的一个注意 我们发现这个位置上面的凤凰花 其实也不是很多 对 就一两棵 但是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是警铃着铁道 如果刚好有白红乡间的普悠玛 从旁边过的话 就吸引很多喜好拍照的人 会去那边摄影 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说你去任何一个赏花 或者是任何一个景点 拍照的时候 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 然后另外也要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并排停车 因为现在并排停车最高可以发2400 最主要的是你并排停车自己方便 可是会对别人造成相当大的一个危险 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第二个景点 就是东海大学 东海大学它主要的地点 就是在陆思义教堂旁边 它一整排的风华幕开起来真的是相当的 应该说很梦幻喔 可是你会发现说 我们最近跑的一些点 发现几乎都跟教堂搭配在一起 真的喔 好 可是我们下一个景点呢 是到那个礼佛圣地 对不对 在八卦山 好 跟你的教堂好像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这个景点呢 就很特别了 它是在运河旁边 安平运河呢是在台南 那台南是寺树 就是凤凰墓 所以接下来这景点也是在台南 在台南孔二号没有种植一些凤凰墓 那也是绝佳的拍摄景点 我们在定位的过程当中有碰到一个状况喔 就是有很多的凤凰墓呢 或者是很多的定位点 也许它不是那么容易的寻找喔 我们原本是要定位一个台南佐镇的凌家古厕 可是因为呢 我们发现它位处偏远 再加上呢 其实如果我们没有知道它精准的精维度的话 我们又很怕大家呢定位下来呢 然后再加上GPS 通常都会有些许的误差 很怕大家迷路 所以我们这个景点最后呢 找了我们两个人 花了将近半天的时间 还是不太确定它在哪里 所以我们就放弃了这个点 这个点是因为它跟古厕在一起 虽然只有一颗 可是去呈现出不同的美感喔 古厕搭上非常高的凤凰墓呢 确实是有它不一样的一个风情 接下来我们把那个焦点呢 放在我们的高雄 高雄的这一个凤凰墓呢 也是非常特别的 我们请小伟来介绍 这个叫番茄灰色 就甘曼灰灰色 那它在日记时期 是属于番茄罐头工厂 后来就因为环境的演变 那这个工厂就废弃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呢 当这一颗百年凤凰墓开花的时候 然后火红的花朵 然后再搭配荒废的厂房 它可以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觉 美感喔 而且它这个地方呢 就是不到百平的土地 可是呢 只要是假日 就会涌入很多的人潮喔 就是想要去欣赏呢 这个凤凰花开呢 跟老旧的土墙 集合在一起那种 历境沧桑的感觉 好了我们讲到了高雄喔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镜头呢 回到我们自己 我跟小伟的所在地 就是花莲 台八县雅尼花莲场的前面 一公里多的道路喔 两旁就种了有四百五十棵的凤凰墓 所以你可以想见呢 这个浓密的绿荫 所形成的绿色隧道 尤其是呢 这个凤凰花开的时候呢 除了绿荫之外呢 在这个季节呢 它是非常火红的 只要从太鲁阁口的方向 进入到花莲 那经过这个地方呢 就是会 就会被两旁的这种 霍黄花呢吸引目光 所以它算是一个 进入到新城乡的门户 也是我们花莲的观光大道 接下来我们 往南到芥菜总会西义所 芥菜总会它也在新城乡 北浦村 嗯 这个地方呢 因为 就像刚刚小伟讲的 因为它呢 紧离一个 嗯 教堂 对 那一棵树就在教堂旁边 而且这棵凤凰墓呢 它不是火红色的 仔细的看呢 它的花瓣呢 是有一点 带一点黄色 嗯 所以非常的特殊 所以它看起来 如果你拍照的话 你会感觉有点偏橘色 偏橘色 偏橘色 那我们从那个照片上面 就可以看到呢 这个教堂 然后再搭上呢 这一棵凤凰墓 它的真的非常漂亮喔 好美喔 接下来更美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就是接着第九个景点 美轮金星会 是 美轮金星会的这一棵 它也不算一棵 只是因为那一棵开的特别火红 就在路口的转角处 那事实上 在它的这个教堂的附近呢 还是有种了 大概三四棵的凤凰墓 嗯 这个地方呢 有很多都会去拍照喔 所以呢 相当的浪漫 接下来我们呢 到我们的 第十个景点 上之路 如果说呢 新城 就是雅宁前面的那一条呢 是我们的那个观光的一个路口处喔 但是上之路的这个 算是我们市民的一个绿运大道的 嗯 对 就是美轮山这边过来 然后 两边都有 都有种植凤凰墓 这里呢 上之路跟农兵路 农兵桥的这个路口呢 这段路其实都有很多的凤凰墓 目前正在盛开 嗯 农兵桥这个地方也是 他有一些历史的一个典故喔 我们下次我有机会的话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喔 农兵桥他的历史文化喔 好 接下来我们就是呢 到了最后一个景点 就是193县道 对 蛮特别的是呢 之前呢 在做阿伯勒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上一集 做阿伯勒的时候发现呢 咦 在193县道呢 除了阿伯勒之外呢 还有凤凰墓喔 那我们呢 上一集有跟大家提到过了 这两种树呢 都被193县道当做是一个行道树 目前有已经将近20年了喔 它的树木长得非常的高大挺拔 只要是花开的时节 就会吸引很多的游客呢 去欣赏 然后拍照喔 我们也可以 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呢 所有爱好骑自行车的朋友们呢 也可以呢 骑着你的自行车 然后走一下我们的193县道 在现在的这个时节呢 真是很漂亮 而且凤凰墓又可以帮大家遮阴 对 遮太阳 因为他非常喜欢太阳 所以呢 阳光就由他来照这样 那你骑在底下呢 你会觉得非常的凉爽 舒适喔 可以放慢你的脚步 然后好好的欣赏呢 美丽的风光 就是我们今天微风旅程第16集 希望你会喜欢 如果呢 你也觉得要跟我们一起分享 旅游方面的资讯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影片的下方的留言处呢 留言给我们 跟我们鼓励啊 或者是按个赞 如果你也想要知道我们更多的一个旅游景点 或者是我们微风旅程的节目 也欢迎您呢 跟我们按订阅 你就可以呢 收到我们最新的一些的讯息 是的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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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